對台灣方面的影響 其實這次也是非常 就是這個國防御授權法非常強硬的 就跟台灣 訓練 軍事訓練 那麼這個軍事訓練就很重要 因為 其實從這個 就是 中美建交以後 跟台灣這方面基本上就 就沒有 這種來往了 所以這裡面的其實就是一個 當然現在的美國方面 也在 討論這方面的事情 就是說 這個一中政策的問題 其實呢我們這個在 簡體中文語系當中 認為 在這點上美國和中國 大陸是沒有 爭議的 就是一中 其實呢這裡頭後面兩個字很有爭議的 就是一中政策還是一中原則 中方說的是一中原則 美方說的是一中政策 你要去看英文原文 其實不是一回事情 一中政策 政策是可以隨時調整的 政策裡面他講的是 就是我承認 我知道你的 說法了 我知道了 我知道你的說法了 他並沒有說我同意你的說法 或者是我 認同你的說法 沒有這麼說 從來就沒這麼說過 所以在 措辭方面 特別是 就是簡體中文當中 往往會誤解美國一直實行的這樣的政策 其實不是的 所以說 因為美國真正在法律上只有一個台灣關係法 就是跟台灣的一個 三個聯合公報不是法律啊 台灣關係法才是法律 現在一個台灣旅行法 這個是法律 所以說在這個法律下面 他有很多很多 不違反美國法律的 這個 和台灣之間的這個余地 只是看美國政府 決心有多大 在多大程度上願意挑戰中共 在這方面的底線 中共最近呢 我覺得是做了一些事情 比如說這個要航空公司改名字啊 這些事情 這些你聽你覺得是特別不可思議 但是呢我是覺得 一方面呢就是說他 他是一個長期戰略 所以他不可能停止進攻 在這個方面啊 他不可能停止進攻 哪怕你們現在都 醒了 他這個 花了這麼多年 花了這麼多錢在全世界投資搞這個統戰 今天看到一個說是現在三個新名詞特別特別 有的 其中統戰就是一個美國 現在 政治界非常熱門的一個名詞 他講了三個名詞 其中就有一個統戰 花了這麼大力氣他不可能說現在一下子他就收回來 不可能他一直要往前推 因為中共的本性就是往前推的 所以在台灣問題上呢 我覺得還會長期的 對峙下去 但我不覺得中共現在有勇氣 去 武力去動台灣 現在 已經不打不知道現在 其實我原來就知道這個 中國軍隊是不禁打的 你只要不打仗 他永遠是老虎 只要一打仗他就完了 只老虎 不可能而且台灣海峽你怎麼過得去嘛 如果美國 真的是協防的話 台灣海峽你根本就過不去 所以在這種 在這種情況下 如果他要打的話他自己找死 不可能在這個時候 但是呢我覺得這個雙方的對峙以及這個美國 在 因為要對抗這個中共在南 這個南海 還有這個東海一些地方的擴張行為的話呢 那就必須要和台灣 保持一定的軍事聯繫 所以在 這方面我覺得美國方面還會更加強 而中共其實反 反制的手段非常少 這就是為什麼他要去找航空公司出去 是其實他在 在軍事上在 政治上他反制的手段太少了 要去找航空公司 然後再找航空公司 但是我們要去找航空公司